三国中炎梁文仇两人的战力如何 这两名大将的实力能排进前五吗 大家好 我是鸡腿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在影片开始之前 希望各位订阅我的频道 你们每一个订阅都是对我一万分的支持 万分感激 三国二十四名将 是三国时期的武将排名 但是其中又有许多偏差 如邓爱和江维两人是三国后期 魏国和蜀国的顶梁柱 扛把子 但是此二人却排在道术第二和第一正术第二十三 二十四 除了邓爱和江维两人之外 三国前期 袁绍手下的炎梁和文仇两元大将 在二十四名将之中排在第二十二 二十一位 给人的感觉似乎此二人的战力并不是很强 实则不然 炎梁和文仇两人的真实战力并没有那么上 此二人在二十四名将之中的实际排名进前五 与吕不相比 炎梁和文仇两人肯定不是其对手 吕不是三国演艺中最厉害的猛将 他在丁元手下时 只有方天化己 还没得到赤兔马 可能还不是天下第一高手 但是他在得到天下无双的赤兔马后 是名副其实的三国第一猛将 其他人敢自称第二 但是绝对不敢自称第一 在四水关前 华雄大杀四方 连续斩杀暴中 祖帽 驴舍 盘凤四将 尤其是其中的盘凤 还是一员上将 此时 十八路诸侯力燃 一时间无人敢出战 盟主袁绍感慨道 如果他的两个上将 炎梁和文仇 只要有任意一人在此 一定能够斩了华雄 当时 炎梁和文仇另有功干 不在四水关 要不然岂会让华雄放肆 但是在虎牢关前 吕布大杀四方的时候 袁绍便没有说过 若炎梁文仇在此 不会让吕布放肆之类的言语 在袁绍的眼中 炎梁 文仇两人的真实实力 比华雄强许多 但不如吕布 万宇和张飞两人联手 也无法击败吕布 以此类推 炎梁和文仇两人联手 也无法击败吕布 如果只有一个人对战吕布 肯定会败北 与赵云相比 炎梁文仇两人略逊一筹 与赵云相比 炎梁文仇两人略逊一筹 赵云在二十四名将之中 排名仅次于吕布 是天下第二 他在借桥之战中 和文仇大战五六十回合 不分胜负 由此可知 炎梁文仇是和赵云 同一级别的人物 但是考虑到借桥之战时 赵云刚刚出道 武功还未达到巅峰时期 而当时的文仇却早已出名 是袁绍最得力的河北上将 双雄之一 武功达到巅峰时期了 如果长板坡时期的赵云与文仇 或者炎梁交战 他一定能够击败此二人 独得胜利 因此 炎梁和文仇两人的真实实力 和赵云相比 略逊一筹 排在赵云后面 与关羽相比 炎梁和文仇两人的真实实力 稍有差距 关于 刚出道时的实力 就能够秒杀令十八路诸侯 束手无策的华雄 可知关羽的实力很强 关羽在白马和严金 这两次战斗中 先后和炎梁 文仇两个大将交手 并秒杀此二人 但是各有各的因素 炎梁在和张辽 徐皇两人的对战中 虽然击败此二人 但他的实力也消耗不少 属于强弩之末了 关羽仇准机会 骑着赤兔马从山下冲下去 一口气冲到炎梁面前 在炎梁正要询问来者和人时 一刀将其斩首 说实话 关羽斩炎梁是出其不意 还是在炎梁恶斗张辽 徐皇两员大将的情况下斩杀的 如果关羽和炎梁正面交战 即使能杀了炎梁 至少也在五十回合以上 关羽斩杀文仇 情况也大致相同 文仇被关羽三刀杀得胆怯 于是逃走 但是文仇的战马速度 比关羽的赤兔马慢太多了 被关羽追上 一刀砍死 如果关羽和文仇单挑 情况和炎梁单挑差不多 回合数至少也在五十回合以上 与其他人对战 炎梁 文仇至少有百分之五十的概率战胜 除了吕布 赵云 关羽三人之外 其他人和炎梁 文仇两人公平对战 都没有必胜的实力 即使是张飞 徐楚 黄忠 马超 点为这个级别的猛将 对上炎梁 文仇两人 胜负在五五之间 谁胜谁负 比试过才能知晓 如果炎梁 文仇对上其他人 胜率会更高 除了吕布 赵云 关羽三人外 其他三国名将的真实实力 都比炎梁 文仇低 吕布排在第一 赵云排在第二 关羽排在第三 炎梁排在第四 文仇排在第五 所以说炎梁 文仇两人的真实战力 并非表现出来的那么差 他们都能排进前五 朋友们 你们认为呢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按赞 订阅 分享和介绍给朋友 我们下集再见